因為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 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來看一下進階木暮的比賽吧。 天賦中3分命中加不少的,如果能假投時騙起對手,最多可以加15%, 令大家再不能把他在3分線外放空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進階木暮的板球,只有在成功封蓋對手後加0.5的範圍,但原本天賦的範圍,已令他可以成為出色的球童。 甲頭接雙向速投,效果有點像用了兩次甲頭一樣。 但缺點是雙向速投會走進了籃框,更加易被封下來。 反跑直突速投,可以有兩段移位,長谷川被阿牧托慢了,就已經追不上了。 可以看到木暮的板球範圍很遠。 球是隔著長谷川的身體拿到的。 球哥的藤真開始進化用3分潛能,進攻能力更加強了。 現在需要兩人防守木暮,大家可能沒想過吧。 雙向速投雖然可用假投,但會回到原來的位置,而且會更近籃框。 猜對了還是很易被封蓋。 現在在三分線外走動,防守球員必須緊貼,可以幫隊友爭取空間。 卸下車查看嗎? 這就是效果充複雙 與他在解決 punto會上,在音機中的啊, Choice sides都是合格。 進攻在空複雙所 在震雙所 可能就知道,因為震雙所 配種全反射 fleet 木暮2分天賦有不少命中加成,中投數值也很高,可以打機制球。 只是沒有攻框技能,單數球出手要多找空間。 沒反跑的話,變相速投還是送帽技能。 被封一次,第二球就接球頂進了。 中投可以頂進,3分空位也投進了,估計是用混合3分和2分的潛能。 中投可以頂進,3分空位也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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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。 天賦加的都是空位3分命中,木暮注定不能向宮益頂投3分。 木暮進攻玩得好,要反跑用得好,希望會找到一個木暮高手的影片給大家。 木暮進攻玩得好,要反跑用得好,希望會找到一個木暮高手的影片給大家。 大家還記得如何封木暮的大招嗎? 可以在球放在頭上的一刻跳起,也不能太貼身。 這個反跑傳球,木暮已吸引到兩名防守球員,如能分球給阿牧就完美了。 那邊在天啊,我們可以做到這個活動。 我們在下方的力量,可以為大家放在區內。 我們要把我放在區內,要把我放在區內, 可以把我放在區內。 我可以做到這一點,可以做到這一點。 我們要把最多的角度放在區內。 我們要把最多的角度放在區內,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